第十三章 第七节 《药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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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成为一位良善的基督徒 就像药华牧师你一样 都会进行一个很基本的原则 就是相信人最好的一面 Believe the best of a person 但是怎样去辨别去分辨 真正的信任或者是盲目地信任 追随或者崇拜的分别呢? 其实最主要我们在信仰里面 有一样东西我们没有说避得开 就是我们人与人相处 在圣经里面教我们一样东西 其实我们相处为什么要回教会 或者我们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呢? 就是其实原来我们是有一样东西 神要我们去经历 而是不可以停止的 就是我们在信仰上 借着信仰的同仁去相处 在这个相处当中 就有很多难处 很多相处的问题就会出现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在相处的时候 怎样可以洗到 大家明明都是对信主 大家全部都不是圣人 只是称为圣徒 我们不是圣人 怎样能够在相处当中 慢慢会变成你的信仰 容许对方去成长呢? 或者容许自己能够有好的空间去成长呢? 这个就是学问 当然如果我出了回香港的时候 我当然没有这个智慧可以回答你们 现在我建立教会三十多年了 不单止我都成长了 我们的子女那一代都成长了 我们的子女那一代都已经生子生女了 我们一起开山的那群开山牛 就全部都变成了阿爷阿妈吸数 或者阿婆吸数 阿公吸数 所以在里面就看到那个过程 就更加明白 Believe the best of the person 凡是包容 这些概念是怎样来的? 那个概念就是 其实在属世里面 为什么他能够可以说 丑恶的是更加丑恶呢? 彼此伤恨的是更加伤恨呢? 就是他们不包容 这个直成祭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来自一个基本的方向 就是他们完全针对自己的利益 保护自己的利益而生存 但是回到教会里面 我们要懂得去爱 所以就将凡事包容 放在爱里面去说 但是里面有什么分别呢? 还有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做都对 可以说是中庸之道 所以我们能够在一个过程当中 做得对也不会犯错呢? 会盲目地去相信 人家是好的 但是明明人家是坏的 尊说谎的 尊是欺骗人的呢? 其实原来的概念就是 凡事包容是有一个 容忍别人去成长的空间 而不是容忍别人不断犯错 其实就是智慧与迷信的分别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容忍牧师有没有赶过人来开教会呢? 大有人在 但是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遥述一些 是他会愿意改正、改错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犯错 很多时候是因为他本身 自己过去已经污染了自己 或者本身是来自他的背景 但过程当中 始终由头到尾都愿意成长 那我们就要给他机会 我们就要包容他 我们就要相信他 其实我们相信的不是说 他未犯过罪 我们是相信 他将来有力量胜过这个罪 这个才叫做不是迷信 你才能够在一个朋友之间 甚至是领袖之间 能够给到一个机会让他成长 因为在外邦世界 他根本完全没有可能 会有个空间让你在圣洁里面成长 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他们的目标 那个根本就不是他们的追寻 他们所追寻就是利益至上、跨税 金钱至上和金钱跨税 但在基督教界里面 其实相对什么是至上呢? 就是原来他们追寻似神是至上的 以得着基督为自保的 这就是基督教界 圣经里面教我们应该有的群体概念 所以在一个群体当中 我怎样辨别 究竟有些人 我相信 believe the best of this person 就是他自己希望 自己是更加像主耶稣 每一次跌到他 他愿意真的爬起身 下一步 不是使得他更加像魔鬼 又或者更加保护自己的利益 而是他自己希望能够在 一个新的机会 一个新的未来 能够更像主耶稣 更能效法到基督 这个我会相信 我会给他一个机会 歌文多前书 第十三章第七节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请不吝点赞 2.5 2.115 5.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